好,回到宇宙兄弟的第三節 接下來就講了很多角色,講了很多書的內容 都講一下其實在這本書裡面我們看到什麼 都正如我上一節所講,我看到的是《燃燒夢想》 無論你多少歲都好 因為一般少年慢,他多數都是講年輕人,怎樣向著他的目標前進 但這本書他想講的其實是,無論你中年也好 你五十幾歲都好,你都可以燃燒你的夢想 因為這麼巧,Mutta和我的年紀是一樣 所以你決定向你上司獻出一個頭腿 Mutta比較小 Mutta要小一點,小一點 因為因為跟我差不多 不是,你是Hibido Hibido是他 他是Hibido的精蟲 混蛋啊你 混蛋啊你 我想說的就是 所以看來那種 那是精蟲子漲 還沒出生就知道,真是糟糕 那你未出生就不是一條精蟲子 一顆猛 DNA有缺損 那兩人都是 所以看來那個感動會更加大 第一就是,年紀差不多 跟Mutta 第二就是,同樣地我都是兩兄弟 所以那種貼近和投入感是很容易達到的 都是爸爸媽媽 都是爸爸媽媽 當然也是 初時我看到這兩兄弟 我有點懷疑是否兩兄弟完全不同 那我和我弟弟都不同 但我又想想想,不是我和我弟弟都是這樣 完全不像兩兄弟那麼多 他們兩個 謝謝你忠肯的意見 綠泰和日日人 兩個什麼不像樣子 一個是撒旦先生 一個是綠頭老師 神經病,年類和童年交友是不同的 因為後來到他們父母出番 我就知道一個遺傳了爸爸 一個遺傳了媽媽 所以誤飯和誤天都不同的 小個子,大個子不懂 所以看這本書的時候 本身已經很感動 然後Mutta是到三十歲 才重新追逐他童年的夢想 這件事不用每個人都像戴趙偉一樣 由十二歲追逐他的夢想 追逐到二十多歲 都是未能追逐他的夢想 夢想要逐步 所以要追逐 所以這本書 他是一本很激動人心的作品 他不是那些 你知道有些所謂 不是所謂 有些漫畫 他在講延宵夢想 真的很延宵的畫面 爛熱血也所謂的 但他畫面表達得 或者他那些對白都不是很熱血的 但你在故事上感受到他想表達的東西 在剛才一直這樣說 作為一本青年晚 他是很寫實的 整本書沒有特別令到你很刺激 就是 糟糕 我如果不打低哥哥 我怎麼知道原來哥哥就是為了整個族人 那類 那些 你又被人投訴你成就 我剛才說的那是British 不是海富嗎 是啊 就是講暗龍和奧家的關係 不是手南刺南 其實是天道和熊斯 但是這裏他講的就是 Mutta其實一直發展過來 他其實好像我們的生活 或者好像我們的經歷 在整個過程裏面 去嘗試 然後覺得好像不行 然後開始質疑自己 或者將這件事 歸咎於多虎的悲劇 然後呢 經過一些好運或者一些實力 然後通過了 沒多久他又會再經歷一個低潮 然後又要再想一下 其實我都是不行的了 我都是做不到 這些其實是一塊鏡來的 他對於我們一般人 無論是否夢想都可以 可能是平時一種工作 他都是一塊鏡來的 我經常都會覺得 不行的了 都是算吧 但是其實 Mutta到現在 他終於都有機會 在NASA接受訓練了 他就是 在這些 沮喪和失落之下 他都會繼續 再去嘗試多一次 因為他弟弟 就是夜人 一開始就成功了 其實一般來說 就沒有什麼代入感 其實這些應該早就死了 在橋段上面 不過他真是幸運不在太空 或者不在日本 反而是好像馬尾姐所說 你看他大哥 是代入感很高的 因為我想 我不知道 我也不需要一個非常成功的人士 看的時候 對 有時候你做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 是 Mutta 即是陸泰他那個個性 是 你看著他 你都會看 很多是你經歷過的事情 就是他 因為他失敗的經歷比較多 比日夜人 相對 這些都是 他的失敗的經歷比較多 我覺得是沒有描述的人 那部分 但是 我意思是 你看到的 當然是 全部都是陸泰的經歷 但是 他沒有什麼描述的人 成為太空人的過程 我想 都會有些事情 但是 他們兩兄弟 面對的態度 會不一樣 因為夜人本身就是比較隨心那種人 不會像陸泰想那麼多負面的事情 所以 有些 問題 或者難關 他是比較容易跨過的 夜人就像是一般日本人 很多時候 就會想負面的方向 都不關是不是日本人事 我覺得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因為 你習慣了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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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你 有時候會覺得 預了自己失敗 你 沒有那麼傷 沒有人的 真的 到你失敗那一刻 我覺得他很多時候 就是給自己一個 一個 心理的 他的安全 安全網 所以 他就會跟夜人說 你不要 你不要想 不要瘋了 我不行的 誰會可以 他跟夜人說 亦都是跟自己說 不行的 變成 最後真的不行 他又會覺得 就是趕了 但是 但夜人反而 就是 不滿意他 陸泰這件事情 不要經常找你 說 多哈的悲劇 那些不關你的事 你應該要想 怎樣成功 令他 所以可以振作起來 但是 其實 多哈的悲劇 導致 Mutta的命運 那麼慘 按照Mutta 是有科學根據的 因為多哈的悲劇 突然 那一刻 全日本人在嘆息 令日本的二氧化碳 突然高了2% 所以 令到他出生的時候 是感受到 多了的二氧化碳 缺氧 是有句的根據 全日本的人都在他 那間產房裡呼氣 那你整個日本都在做這件事 但產房有空調 應該可以過濾到 整個產房都是 懶是科學 但是想起來不一樣 就是淡在他的男場 他醫生在那裡 出生了 哈哈哈哈 那一刻比較重要 我講少少另外一本書 藍球師園王 他有一句 其實都適合這本書 錄太江心情 他說 被人期待這樣失敗 是 即是很Hard Filling 那件事 如果你就這樣失敗 即是沒有人期待你也算了 有人期待你 而你做我那件事 是很灰的 二次相害 否則 不過 也是 因為這樣 所以 沙朗阿姨是 其實很了解這兩兄弟 他就跟 Hibita說 你跑吧 你儘管向前跑 你一跑 你哥哥就會跟著你 即是做有壽的角色 但是反過來 他也有跟他說 但假設你一天停下來 你哥哥就會在後面推動你 即是 他們兩兄弟的關係是這樣 雖然Mutta的口頭禪 就是說哥哥一定要跑在弟弟面前 但事實上在整個生命裏面 透過沙朗阿姨的理解 就是 反而Hibita一定是跑在前面 無論到最後是 Hibita沒有動力也好 還是Mutta本身不夠動力也好 一定都要Hibita在前面 才能引領兩兄弟不斷進步 是否呢 我又覺得不是這樣看 我會覺得 你見到綠太小時候 他是比日日人更厲害 帶著這個弟弟教他做功課 很多東西都是領導他 其實如果他一直保持氣勢的話 其實他會做得好些 因為他比Hibita 因為他的個性 看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所以他其實 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他都會遷世 很容易被一些事 就打沉他的氣勢 但反而Hibita 就沒什麼所謂 他真的一往無前 可能這一下不OK 那就下一下 我覺得Mutta比較情緒快一點 反而Hibita 就是他其實很小時候 他們一起去JAXA 聽Talk的時候 已經是說 我一定要 一定要做太空人 一定要 反而是Mutta 哪有一定 沒有的 但他們會害羞 怕是人家的魚 我們剛才咪後說 這些就是 夜店的女兒 看到綠太族 看見綠太族 這些水魚 喪禁 喪禁 然後又不用給他些什麼 你親一下他的臉 他的臉都紅了 在沙拉大海當節奏 非常好 我想其實 因為ATM 沙朗阿姨 他跟Hibita說 這段時間 其實Hibita已經在做太空人 所以他在用當時的狀態去 但其實沙朗阿姨 一直都很看好Mutta 因為他知道他的潛力是很強 因為如果是 剛才說 每天人走前了 就好像故事一樣 那就變成了 綠太他就會先退了 不需要再幫他小孩 他會悔 看到他拋離自己那麼遠 他可能就是 不可能 就好像故事一樣 他會選一條 跟他小孩完全不同的路 來走 那就走他自己的路 因為大家不同的範疇 不能比較 但其實到最後 每一次都是透過Hibita 唯獨有Hibita 才能夠鼓勵到綠太去走 因為第一次就是 剛剛Mutta去到Houston 然後 Hibita說 六哥你真的越來越沒趣 然後Mutta 轉身他就走了 他走去射了三分球 Mutta 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我沒趣 你早點說 就是因為這一下他又開始 Retrigger 他對月球 或者做太空人的夢想 後面其實也有若干 是有些這樣的現象 再說回Hibita 繼續帶領Mutta 繼續向前衝 包括 他見到正式 戰神五號 戰神一號 升空 一號五號一起升 Hibita正式上太空 他有說過 善慕和妒忌是五五開 即是 不是四六開 不是六四開 是五五開 然後他 又再一次 嘩 好帥 譬如最初見到他的戰機 即是那部戰鬥機 在空中飛過 飛過 剛剛飛來的時候 即是說超音速弟弟那一段 即是肌肉哥哥及超音速弟弟 即是過一話 其實又是 Hibita的那種狀態去引領Mutta 繼續向前走的一些動力 其實看回Mutta的個性 我覺得都有很多啟發 就是 很多時候是想得太多 還有就是 其實我想我們很多人都是 很怕全力去做一件事 然後失敗 所以他就是 拿著自己 因為你失敗了 你沒有藉口 那些全力去做 我真的不行 我真的做不到 但是 因為他不斷想這些 其實就更加很難全力去做 所以 所以Hibita應該是 對著Mutta 長腰全力地去刀 我怕就兩分驚 我愛多虎 剛才我們講開沙浪阿姨 其實在故事最近 中文版最近期 都有幾段關於他的故事 我覺得寫得不錯 在這些老年人 沙浪阿姨也有自己的夢想 最慘的就是 因為他叫金子沙浪 我經常都想起 外生事家庭的那個金子老師 是老人精的樣子 所以就沒有這麼 但是其實 我和Ian Wutta這樣說 就是 這個仆子還像他們的媽媽多 他本身的親生媽媽 也是他 鼓動他很多 啟蒙導師 沙浪阿姨 他的人生都幾傳奇 作為一個天文學家 找到他人生的最愛之後 但是幾年他老公就過世 然後又獨身生活 他老公那時候 發現了一顆新的行星 然後用他 餵眼色新星 用他老婆的名字去命名 很浪漫的做法 像金子阿叔 那樣 好像金子盡一 好奇阿叔我也餵眼色新星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日替那顆星 就知道 就發現是大浪的衣成 做了寡婦 之後就 繼續他的夢想 他希望能夠在月球 做一支太空望遠鏡 能夠看得更清 看得更遠 更深入的太空環境 其實我很喜歡 這兩兄弟的關係 在這本書裡 我想大家都看過很多很多 有很多跟兄弟有關係的作品的漫畫 但這本《宇宙兄弟》所說的就是 這兩兄弟對方是很互相認識的 但他們不會close得很緊要 即是他們不會 長大之後小的時候經常都在一起 我不是說真正的距離 而是他們兩個人的心情 不會很肉麻 要走到 用手指刀你的額頭 刀第二道可以嗎 說第二本吧 我經常都說One Piece 很悶的 不是說One Piece 說One Piece 真的很壞 不會像一輝和阿順一樣 對 一有事就出來 黃小虎和黃小龍 不是那些 每天在月球出事 一句練九音 一句練九唱 是啊 即是他們兩個的關係 是互相理解 但是有距離 即是不去到要很肉麻那一種 這本書也是 我覺得這本書是很成功的地方 嗯 我覺得 即是 一路呢 其實應該說那套書 重點都擺在 錄太 即是對日日人怎樣想 怎樣想 即是那個看法是怎樣 但其實我反而 留意到 其實日日人 對她的歌 真的算是這樣 你想想她 多少歲啊 二十六歲 三十 一人二十六 而且你二十六歲 你就做了 吵人 就來上月球 整個美國都吃光了 誰知道 那麼阿大都吃光 日本都飛過去給我吃 哈哈哈哈 這樣不關每天為人事 我相信 哈哈 還沒出世 剛剛出世 你有一個哥哥在日本失業、退休 其實你有沒有心機去幫他搞這麼多事情 又叫他去考太空人 其實我可能沒有 最多就是打個電話問候一下 那麼大個人 自生自滅 因為那個時候每天都在美國受訓 理論上應該是很忙和緊張的時期 但是他都打回去叫媽媽幫大哥去報日本太空人的計劃 如果你是一個二十多歲 他們小時候 這個太空人是小時候的夢想 你看到你哥哥都放棄了這麼多年 其實他都還會覺得不是的 你是想做太空人的 他比他哥哥更加堅定 就算他哥哥跟他說沒有可能 你不要做夢 是他不放棄他哥哥 這一刻其實我覺得是很感動的 所以就是因為有這樣的關係 小妖就認為是日六倍 待他 關了他 關了他 他說今集很想說 但來不到 那就代他發聲 關了他 阿金和我關了他 我發封電郵叫阿金才這樣做 所以其實這一套的兄弟情寫得 雖然沒有任何很激烈的地方 但你看到他們兩個 那個親情是很穩固 而且是很... 我自己覺得是沒有什麼好挑剔 不是很真實 我覺得通常那些小朋友都不理 那些哥哥沒那麼好的 通常那些哥哥都是這麼小的 不是啊 你會放棄他 哈哈 所以我會覺得是這樣的 幾十歲人 不一定的 形態有多重 什麼褲不想餅 有好幾種形態 有些就是 就是 你都三十歲人啦 哈哈哈哈 是不是啊 你嘗試說的什麼 令到你這麼氣憤 是啊 為什麼要頭脫撞他 那些 再搭實地 你工作好好的 還有明天下期 搭樓未供完 你想想 事丹也是臨退休才做這些 哈哈哈哈 不是你退休了嗎 哈哈 可能是很多種說法 還有不會覺得他一個 還是那麼堅定 想做太空人 甚至乎有很多的情況 會看不起的那樣子 是啊 反而他就沒有這個 啊 你說真的 或者調轉 他不是個個個的 啊 親生感受 或者是調轉 陸太會是 不敢跟那個弟弟聯絡 嗯 他也不算很敢 所以你這麼大 才已經這麼退休了 不過呢 也是因為這樣 經歷了十多期 終於也確定得到 Mutta可以做太空人 看到他那幅畫掛在希比特旁,其實是很感動的 假設要在那裏就完結的話,也是一個很好的編集 雖然Mutta的樣子比較小一點,在那幅畫上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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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 星家先生都是很... 整個Jaxer都想得到,但掛的時候可能一時間遺忘了 掛的時候,要掛這個,然後星家先生說,應該掛這個在希比特旁 那他想不起來,於是把Mutta的照片掛在希比特的漸漸漸漸 這是一個很感動的場面,雖然整個過程很平淡 但這個位置都令人很深刻,在本書十多期裏面 有很多地方可以令你記憶得很深 而且他寫主角的年紀,其實我覺得是幾微妙的 因為他三十,即是三字頭是一個人類 他認清自己沒辦法達成自己的夢想 真的要面對現實的時候 你不得不成自己一個鐘 即是你二十幾,就算是你二十九,你還可以說 時機未到,我會發胃的 我還是二十九歲,不知多少年 即是你會發夢,你還會發夢 但你三字頭你真的不會發夢 終於都會開這七個號碼 不是啦,這就是三十歲之後 你三十歲之後,你就會發夢 自己中頭獎 即是你的夢想開始更加不踏實 是未開的,這幾個號碼 但他就寫他三十之後,沒有他所謂現實 所謂現實,他建立起來那些東西之後 才重拾他少年的夢想 我覺得這一刻的setting也很有趣 尤其是很多日本最大的market 是少年慢 他們經常標榜十幾歲那班是最有可塑性 十八歲已經是黃金時代來的 同虎都是這樣 所以人大都不少 或者通靈王的時候 人大有什麼問題 沒有怎麼說 我今晚不是說 留一咬聲,不適合說 人大有什麼問題 不微開最新的界 你真是這麼快看到有問題 通靈王裡面有說過 為什麼那班老一輩的通靈者 不能夠再進步 因為他們大都不少 認清了自己,原來到了極限 或者是沒有了那個膽量 自己劃地自限 反而這本作品裡面 它反過來 它是說很多人大了 依然可以追逐夢想那種浪漫 就是那些什麼 這些如果變成工具宣 就是那些人生三十才開始 那些 黃金十年就在這時開啟 就是那類 因為其實很有趣 你看回希比托 現在應該是二十九歲 這個故事去到十三期的時候 他說他受訓了五年才可以正式上太空 就是說他能夠接受太空人訓練的時間 大約是二十四歲左右 其實就是很年輕的時間 大約就是剛剛大學畢業不久 就是二十二歲大學畢業不久 然後他進入去考試 然後經歷過一段時間 正式擔當 所以都算是直路 是啊 那麼 他這本作為青年晚 其實就用了 所以為什麼就用Mutter來講 即他都不是給青年看 是給一些接近成年的人去看 你要追逐夢想 趁這個時間再去做 即日本希特希 其實都是因為他 夠膽去講這件事 不只是年輕人 即是你成長了 因為日本也是一個老年人社會 他們近十年都是不斷發掘 高年齡甚至是 退休人士那種可塑性 還有我覺得這本書 在日本能起得起的第二原因 是他 有少少民族情結 我覺得現在 都很少打仗 除了伊巴之外 他們就好像足球師一樣 就常常幻想自己可以 做世界冠軍 而這本書就 令他覺得 日本人可以上到日本 是 不是可以上到月球 日本人可以上到日本 是很正常 日本人可以上到日本 是香港人的夢想 一個日本人做到太空人 再登陸月球 是一種很為國爭光的事 我會這麼理解 那算不算是打JG作為人 我想其實每一個地方 都有這樣的期望 你想想我自己覺得 如果有一個香港人 上到月球 都是一件很光明的事 必須要有香港人 但在上月球 又是人這次上月球 他是成為了拯救美國 隊員的英雄 這個是幾 微妙的寫法 沒有所謂 總要找東西寫下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 這一套作品 最近我們這幾個 集 這幾集 我們講的一些藥干特殊文化的 一些職業 包括這一套 宇宙兄弟 或者其實都是幾十歲 才開始發為的 就是 L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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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歲 就開始猶豫 自己可能要成為 第二個Mutta 的 八軒 勇武 就是 講 這個 畜牧業的 其實 在這麼多裡面 我會 這一套是最踏實的一套 近來我們看的 是嗎?我覺得 銀芝士更踏實 銀芝士有些 有些 漫畫化的 是嗎? 是嗎? 最踏實 是嗎? 最踏實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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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才是最踏實 最簡潔 我會覺得這一套是 他在那個 情感 笑料 以及一個全新的一個 職業給我看裡面 我都覺得他是一個 很吸引的作品 寫得很好 尤其是前後的一些 一些wrap up 一些伏線後面 再使用 現在譬如沙朗阿姨 原來就是 Selica的父親 當時的病 其實中間 很多東西都是橫橫相扣 是呀 救不了他父親 但是接下來 有另外一個人 等著他那個研究性果 就是 那個夢想延續 就是 鞭策他 但是我想說 這一套東西 真的是我們這個 generation 看的 我真的問回那些 年輕人 那些 不要說很年輕 二十幾 那些宅 他們覺得這套東西很悶 因為他太平了 你說是否真的很多刺激的東西 我又不是很覺得很多刺激的東西 當然我覺得他這裏有些太夢幻了 就是這裏整本雙人沒有任何的壞人 包括後面說到 其實很嚴格 很喜歡開快車的Vincent 也好 其實他都不是壞人 他都有他們的夢想 在那裏 Vincent那個往事 其實都挺感人 是啊 不過那個比較少年熱血一些 有個夢想 因為 以前小時候有個同步 死了 去激發他們的驅逐 這些比較少年熱血一些的夢想 或者一些遺願去達成他 但是反而 銀之時 我不是說他不好看 那幾集我都會覺得這幾套說 都是不錯的東西 但是他始終都是有些夢幻的東西在裏面 因為銀之時 你看完或多或少都有機會接觸到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但《宇宙兄弟》的 不是你想就是有機會接觸到 這個應該都沒什麼機會 那不是答不答實的問題 是另外一件事 而且他比較神秘 因為他說是宇宙 即是你掌握不到的東西 但是說起 他這本最初提及的 兩兄弟小時候發現 UFO那件事 有沒有期望他能夠解開這個謎團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可能結局的時候 不知如何 不斷提一提 到最後就一起在月球見到 都沒所謂 不過電影班 他有拿來做wrap-up 他有拿來做結局 但你提到這個 叫什麼 叫什麼 UFO 其實在動畫版裏 我印象之中 登山的不是特別很多 很跟足過原著的 唯獨是在 這個叫多哈的奇蹟 這一話裏 他是加了一些東西 在漫畫裏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他在Mutta生日的時候 特意做了這隻飛碟 拍了這個假的飛碟 你想想Mutta如果 Mutta如果 Mutta如果 Mutta如果他不做太空人 他可以做什麼 他可以做什麼 就是去亞視 把一些假的東西 播給人看 我們今天 今個星期會分五集 看真一點 解測 讓你們大家看真一點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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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很幸運去太空 要不然他就會跟胡欣威拍檔 哈哈哈哈 胡欣威不用人拍檔的 哈哈 那有個 可以做一些假的 什麼樣的人 他也可以 耶的 不是拍那些什麼 跟我說 嚇唇嚇唇 嚇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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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準備食物,也沒有提過哥哥生日,即是這類奧美德多那類的東西 吃完東西之後,就很快地叫哥哥快點進來,有些東西給你看看 原來就是播了他之前拍的那隻偽造的飛碟,叫做多哈的奇蹟 因為Mutta說自己是多哈的悲劇的時間 以後從今天開始,就沒有多哈的悲劇的,只有多哈的奇蹟 這段是加長了,因為在漫畫裡面,他只是這樣說 錄泰在學校說,被高年級的說,大壞人打他 所以夜人才偽造這段片,希望支持大哥 因為那段,我為什麼覺得他做得特別好呢? 就是他加長了,生日對於小朋友來說都很重要 尤其是日本的小朋友,我經常見到他們說一定要慶祝生日,有蛋糕才是一件好的事 對阿士來說很重要 當然 你為什麼不然說這麽小朋友呢? 如果你不對阿士,不要緊,你哪有其他時間要做綜合秀呢? 我真的想不到 當然重要啦,慶祝了幾個月 是巡會的嘛 慶祝半年了 慶祝一年 又有多慶祝 又到56周年 那些是像古人出殯的 今年生日慶祝到明天生日 你好像看到洞瀕也是一樣的 把六周年那個Logo不斷放在這裏 從不間斷慶祝生日 嘩,聽眾一看見就說是慶祝阿士 然後 但是希比多竟然是完全不提這件事 但是他就抓了哥哥進去看那隻飛碟 對於他們來說 這兩兄弟大家都明白 對方最重要的是一個對於宇宙的夢想 在這裏其實是比起生日還要大 或者這樣說,這就是最好的生日禮物 比起要跟你說一句生日快樂 諸如此類,或者一起吃蛋糕 這些東西是更加重要的 另外 除了動畫版還有真人電影 香港不知道有沒有機會上 應該就沒有了 他九月都已經在台灣上完 12月21日台灣就會出DVD 如果這樣也不想的話 就不會有機會 但是我覺得很驚訝 Mutta是小律去做 因為他應該是英俊 但他又真的很像 他以前就是 他的造型真的很像 歲月的摧殘 即是他是花札類 花札類面所綠泰 證明爆炸頭這個頭不是人 都沒得起 我想說 其實之前看過一個訪問 就是訪問小律 他說最初摺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他覺得以他自己的年紀 以及以往拍的影片 他應該是做Hibita的角色 他又沒有想過 原來他竟然要做Mutta 他是有些 最初他是拒絕的 他可能說一下 就說 我已經到了這個level 原來 其實他也不是很大 他也未到30 但你一看過造型照片 真的很像 我想他也有點打擊 他也覺得 你叫我做Mutta 做不要緊 還覺得我真的挺像 正如轉型單打一部電影 是做王子華女朋友 最近都是做表姨 真的很像 有些事情 得天獨厚 沒辦法 他 我猜如果你要他做花澤 他也能做得到 不過他是一個 好像 只有越南版 糟了 我一時間醒不起 忘記了做L那個 叫什麼名字 什麼 藤 不是藤原龍友 L那個 即是做爆粗兵友 重生延一 他做爆粗兵友 都是兩個樣子 他是一部電影 兩個樣子 是有能力的 如果他有能力的演員 他是有能力的 更加千變萬化 但是因為一對比上去 我覺得 光田昌生 每天都相似 所以立刻击了他 不 我也覺得 他不像 Hebito 是嗎 我是覺得 小率真的是很像 笑容來算 他很像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其實我重視他的輪廓 Hebito的輪廓 實在太漫畫了 真人是去不了這種狀態,但是吳點叔本身是比較像一個真人 那種頹廢、會低落、會沮喪的狀態是比較像一個真人 反而希比托是比較屬於假的,很難演繹得到那種卡通狀態 我反而覺得是因為Mudda的角色一來是主角,二來是歌星比較特別 你要去揣摩這個角色,其實你要花點心思 但如果一般做一些小新帥仔的演員,走去做日日人 他根本就是腦袋什麼都不用想,他就入床 林峰應該做日日人 林峰應該做福田 林峰應該沒有表情 林峰應該沒有表情 所以拍出來的感覺更加 那拍劇的時候也跳起耶無數次了,不用練 我就是看到你這下耶,所以我請你做日日人 那很多選擇 那Mudda是不是也找許少洪來做 我是日本太空總署 我是日本太空總署 黃二一太空人 南方六泰 阿哥你又說什麼啊 黃逸華可以嗎 那我是嘛 那沒理由看到愛人人不說 黃逸華回去做郭靖算吧 其實我是很喜歡他們小時候的 兩兄弟很可愛 亂同僻 黃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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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錄自己的《星星日記》 但你不會說真的很多 小綜藝 那些是 或者你上衣 例如捉昆蟲那些就會比較多 讀國先是阿銀他們捉 那些會比較多一點 但他們喜歡到處去收音 錄一些古人精怪的東西 然後兩兄弟就自己看得自嗨 黃小龍和黃小虎小時候喜歡出去收片 比較特別一點 在聽眾眼中我們不就是這類人 喜歡做節目 這兩個小朋友在小時候已經很有性格 尤其是 你看到他們對太空、宇宙、上月球的熱愛 我想 我們未必小時候就喜歡這件事 但反而會勾起 其實這本書很有趣 你會勾起你小時候可能對某一件事的熱情 那種回想 即是一種兒時的回憶 然後當你自己成為了Mutter這個年紀的時候 你就會想 還有一些夢想 原來自己沒有達成過 那即是將爆 可能 這一個Moment 他裏面 每一個出過的角色 其實都是有夢想 有些可能 即是照林足球 差不多 有些到一刻發覺 就算獲選成為太空人 但他們發覺 原來跟自己當初的夢想有一點點不同 他寧願放棄 找回自己更適合的夢想 有些人可能研究太空生物 或者是天文學 那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是挺真實 和挺正面的感覺 好看的 即是我覺得 這一套書是 怎樣說呢 最初我們沒有買回來的 但我看完童話之後 我覺得這套書 買不到 在香港是斷貨的 希望成品可能入貨 即是之前去信和文 去過葵聰文 都是全香港都沒有了 要訂的 那你訂的 其實是在台灣訂的 其實我記得沒有港版 沒有尖端出 他沒有出港版 這套書 我看完動畫覺得 很有趣 因為我最初 第一次知道這套書 就是在日本 當時《港談》是大推的 這套書 我提過 習英推少年漫畫 就是《Kingdom》 《港談》推一套青年漫畫 他是擺到最推出的 十幾期鋪在書櫃上 這套《港談》 難怪這麼大叔 他就是那種推法 一次過十幾期放在這裏 全部都是封面向天那種推廣 上次有這樣做 就是《中吉之巨人》 這樣的聲勢 台灣我看都可以推 但因為他每出一新一期 就不知一至幾多期套裝 其實是否買貨 OK 我看他的版數都回得很快 是啊 結果回到來 不如試一下 開來看看 結果是 發覺真的很好看 剛好 天佑去台灣 不如叫他搬回來 要資料有資料 要感動有感動 是啊 其實是一套很好看的作品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妨去找你看看 都期望 如果有機會的話 尖端 或者 應該是一代會集 如果要回台灣書 一代會集 即是可以回到一套書 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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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運起 隨便吧 總之希望有代理商 可以代理回香港的讀者 可以容易買 那香港有出版社出 哦 那就要運起 要尖端 如果你找台版 就去運起 一代是 可以幫你訂的 運起可以幫你訂書 一代是買港版的 回應一下M群那裏的聽眾 芷萍說 沒有時間 看這個《雨傘兄弟》 我就跟你說 沒有時間都要看 他不是說沒有時間 我說沒有看開 我沒有看開 十幾期 現在出了十三期其實很快 因為這本書 沒有看開就開始看 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其實 對白或者字數 不算很多 看得很快 即是很易吃 這本書 有聽眾問Lewis 問由動畫入手 你建不建議嗎 可以可以 其實動畫很好看 動畫都很好看 因為 他現在出了 你當 他沒有斷過的 但你可以當成三鬼 因為他中間換過主題曲 那麼 聽了 終於圓著 很終於圓著 他基本上 按照圓著走 現在出到第三十三集左右 應該是大約說到 希比托上太空 好看 值得看 高潛偉 很值得看 這套 或者等待台灣出碟的時候 都可以順便看看 真人版 接下來會出碟 你也可以先行去 透過電影版 譯入手 希望這套 介紹的東西 可以適合大家的口味 今晚的節目時間 就到此為止 稍後就有我們的余稿 記得要聽完 好 下個星期 我們動畫的其他節目再見 拜拜